看见苦难伸出援手 刺激在土耳其满纳海学校 帮助一群很想读书 但经济环境 治安条件 不允许的老师 学生 重拾对知识的渴求和未来希望 妈妈是谁要来我们家呀 她说是我们曾经在电视上 看过的台湾志工 孩子就描绘 那是好人要来了 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幸存者现在挥别了张鹏的生活 师比寿更有福 志工和采访的记者 最受感动和成长 很多难民家庭 他们都有各自生活的难处 但是在当地志工的协助下 他们用的是感恩 祈福 正向的心 勇于面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必须要努力去学习的 我当下就想说 把我身上的钱 想说跟他们结缘 但是采访结束的时候 因为时间很赶 所以来不及给那钱 现在还在这里 那我想我会请 土耳其的师兄 然后又余师兄 他回去的时候 转交给他们 希望这个尽绵薄之力 然后以后可以帮助他们这样子 爱与慈善无远福建 距离台湾3700多公里 尼泊尔是佛陀的故乡 记者随着志工 克服颜柯气后 语言障碍完成任务 2500多年前 佛陀他慈悲的本怀 在2500多年后 有一群慈祭之工 因为正言法师的一句话 他们远渡重阳 到了尼泊尔 然后去开展 慈祭的四大志愿 早安慈祭情 要带给您全新的亮点 大爱电视台新单元 将媒体影响力和志愿 合而为一 早安慈祭情 克服全球时差 工程难题 连结15个国家地区 以志工为主角 分享投入志愿的感言 让志工能够更安心的 在这个六分钟 好好的把这个情跟你说清楚 然后志工们也借这个机会 他们有机会去训练一下 他们的口条 然后用另外一种 更贴近民众的方式来讲慈祭师 我们要去做回馈 要去帮助 人人造福 就有那一股 很祥和的气氛 用爱和善行照亮世界 承先起后 承担慈祭职业 大爱新闻 从立检元集台北报导